而今,国际足坛风云变化,新人辈出,2000年左右出现的一批年轻才俊已经在足坛展露头角,强如人者神规模八配,无一代表新一代足球力量在足坛燃燃生起,这批人中有一群人拥有特殊的姓氏。 对了,他们的父辈都曾是释迦祖坛,独立一代风骚的一代猛将,如今,年轻一辈肩负起父辈留下的荣光,传奇仍在继续。 1. 贾斯汀·克鲁伊维特19岁贾斯汀·克鲁伊维特及球女俗称的小克鲁伊维特,是前荷兰著名前锋派德里克·克鲁伊维特的次子。 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出道自埃·贾克斯兴许,并在2016年4月签下生涯第一半职业合同。 17年1月15日,他在阿雅克斯做个自卧乐道和甲比赛中,替补上演一线队手秀。 同年3月18日,于克战路特达精英比赛中,攻入成年队手球。 1月到1季赛季,他随阿雅克斯拿到欧林贝亚军。 17年11月27日对罗德JC比赛中首次戴帽,上赛季,他为阿雅克斯出场30次,打击10球。 小克鲁伊维特场上四指左边风,速度快,机动性强,打球护球能力出色,有一脚不错的远射,善于从内部插入完成射门或助攻。 6月23日,他以1725万欧元的转会费正式加盟一架罗马,在新赛季将申批34号球衣。 他在社交媒体INF上说出自己选择34号的初衷,因为努力申批的就是34号球衣。 我在这里为他祈祷,他就像哥哥一样,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 小克鲁伊维特已经入选本年度欧洲金童奖的候选名单,二级奥拉尼西蒙尼,23岁奥拉尼西蒙尼,是现月马进费帅哥西蒙尼的大儿子。 小西蒙尼出道于阿根廷合床青年队,2011年11月,小西蒙尼与合床签下生涯第一本职业合同,以3年8月4日,小西蒙尼他教练赛一线队手秀并打满全场。 同年9月8日,他在合床与老虎竞技队的比赛里,打入一线队橱子球。 15年,小西蒙尼代表阿根廷参加南美青年足球检标赛,球场打入酒球,阿根廷队也获得冠军,这使得他开始在国际足坛声明确起。 16年8月18日,小西蒙尼三百万欧元转会费转会一家热内亚队,一六到一七三季,他代表热内亚上场35次,打入12球。 17年8月17日,小西蒙尼转头佛罗伦法,刚结束的一七到一八赛季,他代表四百合出场38次,打入14球,是队内第一射手。 小西蒙尼与其父一样,有着极强的球胜欲望和极高的职业素养,他产生魅志去前锋,喜欢在禁区内活动,禁区中结者,控球和投球能力出色,善于无球跑动,喜欢压迫对方防守球员。 西蒙尼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,这样评价儿子,他身体强壮,技巧出众,满场飞奔,对省力冲亡渴望,有朝一日,我希望能指教他。 小克鲁伊韦特和小西蒙尼,你是新二代中的佼佼者,其他著名新二代,还有全世界足球先生,谢利比里亚总统,乔治维埃之子蒂莫西维埃,前一甲神风丹里克基耶萨之子,小西蒙尼佛罗伦萨的队友费德里克基耶萨,宝罗因斯之子汤姆因斯,马克思阿龙索佩纳之子马克思阿龙索等,假以时日,这些新二代, 必将以赴之名,为自己的伟大的信誓增光天才。